Hello,大家好,我是Lily 我现在呢,已经回来了 准备去煮个...准备去煮个饭 给大家看看我的手艺 证明一下,我还是有厨艺的,好吧 看,这就是我之前,我姐来我这边 然后买的米,还剩一点点 我大概装了一下,大概半碗 半碗的米呢,应该是一个人的饭量 女生特制我这种嘛 洗一下 应该够了吧 够了 我呢,从小就会做饭了 这个是,哦,煮米饭 就我妈妈那时候教我们啊 就是,呃,那个米 一截手指的水,那就可以煮熟了 就是如果说是两碗,两碗米饭的话 一截手指的话是可以煮熟的 如果米饭再多一点,然后再往上 呃,再加一点水 嗯,呵呵,还蛮实用的 来找一下 这就是家里面的腊肠 嗯,嗯,总共六根,准备煮一根,嘿嘿 搞定啦,里面有一根腊肠,嘿嘿 然后我刚才呢,又买了个小白菜 总共六块六 等一下拿一颗去炒了它,嗯 刚才啊,我又拌了一下 我有点怕它不熟 唉,纠结 哎呀,我有点郁闷了 这锅,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味道 没熟,还焦了 所以我感觉,得放点水 继续接着煮 这个饭终于熟了 现在已经7点40了 自己做饭真麻烦 嗯,我刚才玩手机都玩了一段时间了 他才煮熟 太慢了,太慢了 然后,因为他还要炒菜,所以呢,得把这个饭给先放到这个盆里 嗯 看这个锅底啊,嗯 没办法了,下面这一层吃不了 等一下刮掉它,扔掉 看这一层 哈哈哈哈,这个锅啊 不太适合煮饭 煮得又久 然后还容易焦 不好 看来如果我要煮饭的话 嗯,要自己做饭 还是得买个锅 买个店铺 店饭锅我可能不一定买 但我可能买个高压锅 还可以自己煮个汤,对吧 哈哈 虽然我厨艺不咋地 但是呢,嗯 嗯,勉强能用吧 洗一下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我天啊 看这就是腊肠 等一下把它切成一小块 嗯,不错不错 8点钟了,才搞定 搞定了 这就是我今晚的晚饭啦 晚餐 那个,娃娃菜 但是貌似煮过头了 熟过头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今晚的 腊肠 米饭 真的不能自己做饭了 那个,像我这种做饭 8点钟才吃上饭了 太难了 8点钟如果不是我刚才 6点钟下班的时候 还啃了几个饼干 不然我也撑不到现在 所以呢,尽量以后少做饭吧 嗯,好了,我现在要吃饭了 然后吃完饭 再好好休息吧 明天上班 嗯,今天 莉莉做饭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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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